2014南投火车好多节开跑了 搭乘CK124蒸汽小火车 畅游积极之线绿色隧道 欣赏沿途的美丽风光 南投县政府今年还打造了 日本小熊学校卡通主题馆 让小朋友拼图完创意 还有小熊卡通人物 陪民众一起过暑假 CK124蒸汽小火车缓缓进入积极站 南投火车好多节期间 积极之线一直是旅游的热门 游客搭乘小火车可以畅游积极 并欣赏沿线的美丽风光 今天刚好遇到南投的火车节 很开心 然后一起去搭上火车 快救治旅 我们刚刚搭小火车 有经过南投很有名的绿色隧道 整个风光都很漂亮又很明媚 其实也很难得 可以坐这个蒸汽火车第一次坐 然后带着小孩子过来坐这样子 主题馆内各种颜色亮丽的积木 供游客凭自己的创意 凭出各种卡通人物 大人小孩玩得不亦乐乎 让我们一起发挥想象力 一直凭到满意为止 今年这个主题馆设计的 那个人物方面非常的可爱 然后颜色也很鲜艳 最主要是它可以让小朋友 这样动手下去做出 他最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很不错 今年的火车好多节 除了有火车怀旧之旅外 还有可爱的小熊学校卡通人物 要陪游客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新台人亚特电视 陈汉长口强威 河湾南投报道